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港股市总结 我是小兰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各股市的一个收盘情况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港股方面了 美国联储局决定是维持利率不变 美股个别的发展 道指收市下跌了一点 横指就低开了84点 早段曾经下挫142点 其后跌幅一度是收窄至4点 高见过22214点 不过内地股市在线跌势 拖累了港股反复下挫 港股午后继续偏软 3点左右突然跳水 下跌165点 低见过22053点 宁静尾盘指数逐步的起稳最终就收报在了 22174点 下跌45点 跌幅为0.2% 大市今天成交629亿元 国企指数低开了36点 暴在了9078点 走势基本是跟横指相落 内地股指收盘微升 国指尾盘起稳拉升 跌幅说载至了只有下跌32点 最终就收报在了9082点 接下来关注一下截至收盘为止主要蓝筹股的具体表现 汇丰控股升2毛 中国移动跌3毛5 建设银行跌4分 工商银行跌2分 中国银行跌3分 港交所跌1块6 中国人手跌1毛2 优邦保险跌6毛 腾讯控股无升跌 金沙中国跌5毛 长河跌2毛5 新鸿基地产升2块3 九龙仓升1块 中国海外无升跌 华恩质地剩6分 中海油跌1毛7 中石油跌1分 中石化跌1毛 昆农能源无升跌 中国神华跌2分 关注安杠 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内地故事 周四倒盘 护身两市双双的低开 盘中军工股信托概念走强 拉动护纸震荡上行 重返了3000点 随后两市热点逐步的一个降温 护纸冲高回落翻率 3000点得而复失 午后开盘 护纸在低位维持载幅的一个震荡 以汽车航空为首的 二线蓝筹板块表现强势 护纸跌幅逐渐的一个收窄 宁进尾盘 护纸拉升翻红 无奈在3000点预阻 盘面之上 机场航运 汽车等 二线蓝筹板块强势 计算机应用集成电路 人工智能等板块领跌 成交量方面 护市今天成交2176亿元 深市成交3396亿元 两市今天共成交了5572亿元 成交量明显的一个缩小 接下来关注一下 截至今天收盘为止 A股的主要表现 上证中指 报债2994点 上涨2点 涨幅为0.1% 深圳城指 报债10396点 下跌9点 跌幅为0.1% 沪深300指数 报债321点 上涨3点 涨幅为0.1% 创业板指 报债2139点 下跌了15点 跌幅为0.7% 再来看一下 H股对爱股的五大折浪 大连港折浪77% 浙江市保折浪75% 京城机电折浪75% 山东莫容折浪69% 昏明机场折浪69% 再来看一下 H股对爱股的五大折价 安徽海洛雪尼折价10% 江苏林沪高速折价4% 福耀玻璃折价3% 中国石油化工折价1% 中国平安折价2% 观传股市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 今天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消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就指出了上个半年的人民币贬值 但是人民币的币值大致是 合乎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面 基金组织发布的外部风险报告 就指出了 中国外部失衡已经是大幅的降低 经币账顺差占了国内生产总值 有07年的10% 降至了去年的3% 而随着内地经济逐步的一个减少 对外部需求的一个依赖 国内的消费需求进一步的增长 中国贸易顺差中期将逐步的降低 另外报告又指出了 金融危机之后 全球外部失衡整体下降 但是去年再度扩大 主要因为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 严重的一个分化 加剧了汇价的波动 大宗商品价格大幅的下跌 以及新兴经济体外部的融资条件收紧等等 德普科技午后跌幅扩大 下午3点之后 更是突然暴跌超过91% 低贱过0.2元 沽空机构格劳克斯较早前市发报告指出 德普科技股价价值为零 给予强烈孤售的评级 又指出旗下的业务毫不相关 主要产销LED灯饰以及作为上海一个商业的 又物业租赁代理 但是最近却买入了一支法国足球队 机构更是指出了 德普科技夸大了盈利以及收购的各座架 认为应该停牌 以保障投资者免受进一步的亏损影响 德普科技下午开始之后 曾经发澄清的公告是指出了 并没有接受对方任何分析师的采访 强烈是否认报告针对公司的指控 认为数据不全面 又偏颇兼产生严重的误导 好了这一节的沪港股市总结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nd-